农历新年多个州属遇上了长命雨 气象局今早向柔佛和沙巴的多个地区 发出了危险持续降雨红色警报 民众受处提高警惕防范水患来袭 柔佛方面 西加墨 居栏 丰盛港 古来 戈打丁一和新山 预料今天会继续下长命雨 沙巴受影响的地区包括了山达根 特鲁币 金纳巴当岸 比鲁兰和古达 另外 彭亨 北根和云兵 柔佛四个地区 沙拉越七个地区 以及沙巴的丹布南 西海岸地区 斗湖和拿督则是接获了橙色警报 至于接获黄色降雨警报的包括了 彭亨的马兰 关丹和百乐 沙巴的东阁 以及沙拉越大约十个地区 气象局预测 雪龙一带一些地方 今天下午到晚上都会是局部雷雨天气 民众受粗 小心驾驶 ո比赦 ить 台上 柴 海岸地区 山椅